在Delta病毒可能也不只是Delta病毒 跟习近平的任内他想要完成的目标是有关系的 习近平国家主席 中共的最高领导者 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共同富裕 这四个字是新的吗 不 它并不新 它就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就提出来的一个观念 而毛泽东提出这个观念之后进行的是一连串的阶级斗争 现在即使不会回答或是不可能回答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 这个时候共同富裕被提出来 这个很处于左派的平等的某个程度来说共产的概念 如何跟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私人经济 加大民间经济的力道这件事情 如何在中国的政策里头共存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个题目 不是你对这件事情喜爱或不喜爱 你对这个国家态度如何的问题 其实你看到的是中国体制的一个大转弯 这个大转弯在1979年开始了改革开放 后来大家对于改革开放你做得到吗 觉得你共产党做得到吗 后来中国共产党在2000年之后加入NWTO 让很多人觉得它是世界工厂 它一定程度地尊重私有制 一定程度地尊重自由经济 所以是有国家的介入 但国家的介入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 可是最近所提出来的共同富裕 它本身的概念就是用国家的力量 介入私人的企业 包括比如说我们一般称之为叫Uber 在中国大陆叫滴滴 过去西方对中国经济的批评是 你不准Uber进去 你不准Facebook进去 你自己扶植你自己 扶植你的游戏软体叫做腾讯 扶植你的电子商务叫做阿里巴巴 扶植你的Uber叫做滴滴 现在中国大多数对于这几个企业 都要求让国营企业在里头 扮演重要的角色 或者这里头它的重要的领导者 必须跟国家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从资本到这些重要的科技公司本身 它的主管 必须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件事情来看 它等于是国家力量对于私人企业 从资本到实质管理权的介入 这完全破坏了改革开放里头 我们所说的对私有经济的尊重 当时邓小平所说的 不要坚持什么主意 只要可以抓老鼠的猫都是好猫 黑猫白猫都没关系 现在你不可以要白猫 你要白猫里头混一定的黑 这是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体制改革 它的做法是叫阿里巴巴 叫这些大的科技业 那你认为它只是整顿科技吗 它房地产也同步处理 它也要求房租不得涨过多少 当然有些部分是符合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精神 比如说可能不是民主政治 就是社会主义里头 一些像德国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房租 都是有一定的规定 但是呢 对于很多其他的企业的直接介入 这在欧洲是不可能想象的 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中国这次的做法 会比较被认为它是一个state 就是国家包围这个社会每一个阶级 然后它在阿里巴巴 它等他们拿出公司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市场里头 中国崛起的市场 他们所赚到的钱的一部分 分配给他的员工 一个人大概可以分配 股票到145万左右 他说这个叫做均富 那我们台湾可能也有一些科技公司 它对于员工是股票分红 可是这个股票分红制度 是一刚开始大家说好的 也是投资人一开始预期的 但这次的做法不是这个结果 跟这个方式对或不对 而是过程 这个过程是没有法源的 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突然性的 国家对于这个私人企业的 突然性的一个介入 也就是说它某个程度会重创很多 不管是外国资本 包括中国自己内部资本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北大的教授张伟赢说了一段话 他说这种政府的干预和放弃自由市场的经济 会让中国走回贫穷的道路 即使不是贫穷的道路 可能会让世界对中国这个市场 失去法治的信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8月17号 组织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 研究扎实促进 共同富裕问题 依据彭博社的统计 习近平在今年以来的演讲或会谈中 共同富裕说了65次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新的征程上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今年中共百年党庆上 习近平宣布中国 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接棒小康社会 这看似虚无缥缈 却又是共产主义追求的理念 早在1953年就由毛泽东提出 但当时成了鼓动相对剥夺感的政治动员 阶级斗争后 成了平均主义的大国反 而明年是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多次提及共同富裕 显然有意将此作为连任的口号 这除了有政治考量 更要解决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深层次矛盾 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普遍地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逐步地缩小 分配的差距 在中共中宣部的这场记者会上 习近平的经济智囊 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解释了共同富裕的时间路径 无非是经济持续发展 做大蛋糕 并透过所得分配分好蛋糕 但要怎么分蛋糕 共同富裕的争议就在其中 依据北京大学教授 利宁的定义 透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 被称为第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政府以税收调节 而出于个人志愿 把可支配所得捐赠出去 那就是第三次分配了 而回顾近一年来 中国官方会落实共同富裕 目标更瞄准了大型企业 与高新的科技行轨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去年在上海炮轰中国金融监管 结果是断送了 蚂蚁肩幅建350亿美金的IPO上市 并把神话般的马云 打成贪婪的资本大二 之后连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 翻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 让一票的中国网路高科技遭殃 对阿里巴巴与腾讯连开三张反垄断罚单 阿里被重罚182.28亿元人民币 官方甚至发行数字人民币 撼动阿里的支付宝 与腾讯微信支付的市场垄断 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 甚至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相关通知 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而腾讯营收金基母的网路游戏 遭官方媒体指控是精神鸦片后 最新的监管规定又是一拳中极 事实上一系列的政策 已让腾讯股价在半年间蒸发超过3600亿美金 此外中国网路轿车巨头DP出行 6月30号才在美国风光赏试 但不到两天时间 官方就以数据风险为由 勒令全面下架DP出行的APP 随后网信办公安部国安部等七个单位 进驻滴滴审查 红博社最新的消息指出 北京官方已经提议 将由国企入股滴滴 收归为国有资产 中国对网路高科技的反垄断 本意是为了促进竞争 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 让外界将此与官方共同复义的目标挂钩 一些西方媒体更抨击 这次在搞阶级斗争 甚至是劫富济贫 韩文秀虽为政策辩护 但北京大学自由派的经济学者张维迎 近日发表一篇题为 市场经济与共同复义的文章 批评若消灭的企业家 绝大部分中国人 只会回到制度状态 8月30日 吉利汽车在港交所公告称 吉利汽车董事会通过了一项 总额不超过3.5亿股的股份奖励计划 并根据该计划 向10884名被吉利对象 授予约1.67亿股股份 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吉利说 这项政股计划就是响应共同服务 按吉利8月底在港股的收盘价算 每名员工可分到43.1万港元 而截至8月底的两周内 至少73家中港上市公司的财报中 都提到了各自的共同服务计划 阿里巴巴更寄出千亿人民币 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似乎跟着中央的政策走 才是在中国经商的硬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